今晚會要管 便宜整金的 0056 00919 0029 00878 高股息一貼補 不再高鼓勵了 這件事情之前福利社有指引過大家 真的該管 還好我阿嬤還沒買 高股息一貼補 未來真的有可能成為絕響 福利社都先提醒大家 魔鬼藏在細節中 他們選了一些股票 也有可能成為標股 死了不要愛 不寧靈 情緒不痛快 我可以無所謂 只要你自覺不後悔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浪年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Coco 我主持人哲哲郭忠 來看一下 投資必修課 什麼 今晚會要管 便宜整金了 0056 00919 0029 00878 我要告訴你們 高股息一貼補 不要再高股力了嗎 可以到股息喔 沒有再高人一等的喔 真的喔 我們是有根據的喔 好嗎 沒有跟大家開玩笑好不好 我們請教 三位最重量級的分析師好不好 好 來幫我們解釋這一切 第一位 重量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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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量金融 李玉海分析師 大家好 講了那麼久,開場接收那麼久 也都沒梗了 不過其實這個 有我今天講比較多的重量 有比較多,謝謝你 因為你都多吃了麻糬 麻糬 昨天吃了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 資源福利社有提醒過大家 真的該管 那我們也講過 ETF最近紅到連我阿嬤都在問 還好我阿嬤還沒買 現在沒有高鼓勵了 大家要多注意囉 有沒有高鼓勵我們來看結論嘛 對 看起來是有機會 可能以後鼓勵可能不那麼高 為什麼呢 好不好 是玉凱老師的LINE 來 小老鼠 WIN16888 或者你把我們手機拿直的 拿直的 點標題 點標題 有連結可以直接點的 不用記得好不好 第二位 哇塞 這個也是 四個奶 喔 算奶爸 四個小孩奶爸 哇 最一定是最認真的 四個小孩要養的 是 位元老師 欸老師以後就這個介紹好不好 好 這三個好 大家好 小老鼠 MORE888 來 來 三個八 四個八 來應該是 好 沒有 三個八 四個都OK 我跟各位講 其實 三個八 四個爸 三個 三個八 四個爸 四個小孩的爸 來 記得LINE上號是三個八 好 所以我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高股息ETF 未來真的有可能成為絕響 因為真的 這樣的 之前用這樣的噱頭 我想福利社都有 其實都先提醒大家 說真的 其實大家 觀看率那麼高 都是有原因的嘛 所以呢 到時候 後面的一個個股的部分 整個ETF 可能就沒有辦法那麼漂亮 可是我覺得 可能一些 魔鬼藏在細節中 或許 他們選了一些股票 也有可能成為標股 你不一定要買ETF 你可以挑選它裡面的股票 也有可能 老師講的是說高股息以後 的高殖利率 可能不會那麼高 還是有高股息ETF啦 可是這些 的殖利率可能不能動載 有9% 4% 錢從哪裡來的 想要知道 台灣台股的殖利率平均在3% 10%而已嘛 哇塞 那個3-4% 你就來個6% 7%的殖利 就很厲害了耶 是不是 怎麼動輒有9% 10%呢 這就有點怪了 我們請教第三位好不好 好 是魏玲老師來 小小鼠 MORE 888 3個8 可是4個小孩的爸 好不好 學經歷非常傲人 第三位 陳彥老師你好 老師你好 來 剛才其實哲哲 難得讓我覺得很感動 他說 我生病看起來 這個 有點體力不好 他說那不要講太久 講20分鐘 對 我說靠 那本來不是就講20分鐘嗎 對啊 哪有比較少嗎 沒有啊 每次講20分鐘 你到最後你大概講30分鐘 還是20分鐘 10分鐘在想 真的是 這個是 關是我們哪個拉迪賽 有時候就要10分鐘的 那怎麼辦 欸拉迪賽要有一隻棍子 你知道嗎 那隻棍子 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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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找一隻出來 是不是 對啊 低歌啊 你知道嗎 好 也低歌啦 老師請上台 請上台 GP520 你看他不想理你 很快來 他不想理你 想要是GP520 我問你一件事 陳彥老師這個型 你喜歡嗎 像這種 幽默風趣 可是呢 就是好色了一點 太好色了 你怎麼去做 他摸我啦 摸他 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個拇指怎麼摸他 你是手指的摸 這個啦 這個啦 還好啦 還好啦 好可怕 把他斗掉 告他 把他斗掉 告他 可能不行 回答答案了 你根本臉紅啊 你根本臉紅啊 你根本臉紅 你根本臉紅 這個不行 這個還可以接受吧 這個不行啊 這個也不行 是要告他 要告他 要不要這段把它剪掉 你看 要不要這段把它剪掉 怎麼樣 唉我不能接話 我本來想要講 好夠了 我記得你說不能接話 一定是不能接 講的也是剪掉 歪掉了 好 來啦 來啦 我覺得我們 也不是今天才講這個 平準金的 你也不是今天才射嗎 對 然後呢 實際上我們很早之前就談這件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我們福利射 等一下你不要急好不好 你跳那個有順序的 好不好 你不要直接跳 要跳回去 對不對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 你大概吐掃 我先吐掃十分鐘 不會不會不會 我先 我先體力不夠 體力不夠 我真的只能講 你昨天打泰拳 今天打泰拳 泰拳 來 我跟妳講 一拳 在這個拳 這個就是軸擊 你懂嗎 還有一種連續軸擊 這個很重要 意下如何 但是你不能離太遠 要不然你就自己在那邊打很爽 然後對方看著妳在幹嘛 這樣 這個很重要 來一拳 好了 兩拳 三拳 四拳 而且我跟各位講 步伐要對 步伐是重要 他們很多是練習步伐 而且重點要躲 來你一拳過來 你一拳 我怕你受不了啦 不是你就一拳嘛 一拳 然後你打十拳來 我們來我躲給你看 這個看得出來沒練過好不好 這個完全不用害怕 我小溪我告訴你 我平常是重訓的 我跟你講 對啊 重訓 那天國防部也有發重訓 有好 有有有有發 那天也有發 高端有發重訓 什麼是越南 Convention 高端有發重訓 中環也有發 中環也有發 快點快點快 重訓重訓 證交所上面去看好不好 嗯 那基本上高股息etf 現在 有一半12檔 你去看一下 發行的時間 既然 怎麼都2022 因為好賺錢 從00878動輒在1千億 2千億 我要是發我 我發錯算我發對了 賺翻2000億賺翻了 0.4 0.5 這算下來 什麼事都不用做就10億了 真的 對啊你看 10億 什麼都沒有做就10億了 管理一些那個什麼 比如說國中名測比較麻煩而已 那也沒多少錢 那一兩千萬而已啦 找一些人來做一下影印費 那沒多少錢的那個 全部成本裡面扣一扣依不到 所以當你 每年進賺9億 所以當你知道 管理人事成本快一夠 最多最多幾千萬而已 沒錯 最多最多幾千萬 不會啦不會到那麼多 所以人事成本算一算啦 還有一些影印費用啊 電腦系統要啦 幹嘛要影印 就 你們公司一直影印 影印 我們影印費用最高 要啊 你每年發鼓勵說 電子化電子化 有些東西是要印出來的 要印出來 但是我覺得說 大家都看到了 越越倍嘛那成本很重 就說 這樣子賺錢 鼓勵發出來要影印 有隔離過去的一個狀況 所以 大家開始拼了命發 而且你注意看 能夠吸引人的一定是高股息 甚至從 年配 季配 一路到月 大家聽到高息就高潮了 對啊 好不好 真的很興奮 真的 好 那 所以呢 金管會 不能了 而且因為呢 大部分你要募集 你一定要強調 殖利率嘛 我多少 我8% 等等 可是 早期的時候 大家其實真的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有兩個 第一個沒有評準金之前 奇怪 你怎麼湊 湊個5% 3% 就我本來是 你告訴我是8% 對 可是我進去拿到沒有8% 對 因為被稀釋掉 後來加了評準金以後 實際上也沒有特別去談 評準金的一個概念或機制 早期真的是這樣 動作像8%還有10% 對 好 那所以後來 是以前殖利率大概多少幾% 高股息 其實3到5 3到5 大家已經覺得 哎呀不容易了 你們不要覺得多1%沒什麼 你知道 多1%差很多啊 就是多1% 不容易啊 對啊 你知道有些 你知道有些 炸費集團的 騙你錢的 強調什麼 保本又保利的 那都是5%而已 5% 5%其實5%裡面 我想這不是ETF 如果我跟你講說我保證獲利然後每年就是5% 6% 我告訴你保本保息 很多人就 基本上這些99.9%都是詐騙集團 對 結果現在不是啊 我高股息ETF 我跟你講啦 你就動作就8到10% 問題是羊毛出來羊人身上 老師你覺得這有可能嗎 對 你覺得有可能嗎 如果沒有評準金 你覺得有可能嗎 其實喔 你看這裡 所以為什麼金管會開始 去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說 到底你的廣告文宣 還有當中你的評準金的一個占比 甚至你看 上次 這個稍微提一下 你看 今年喔 11月只是稍微提一下 是揭露而已喔 現在沒有喔 現在是規範喔 而且 這個金管會對E特別愛好 你看2023年的時候 11月1號 到2020年就1月11號 哎呀 有什麼笑 那11月11號會新規定喔 哇塞 太可怕了 這沒有任何意義 可以繼續講好不好 那 所以他就講喔 你看喔 他說 規範ETF使用收益平准金的原則 回溯 一般很少說回溯 那就代表說你過去 你新成立的ETF 會收到限制 為什麼 很多人會覺得說那我舊的 為什麼 為什麼回溯 你看喔 00919 是不是第一款 平准金的 對 是不是第一款平准金的 99平准金的 你有沒有發現到後來有些永豐的又 高股息的ETF 就開始 來他就規定他囉 就是年底去年年底看法大華富華中信喔 他也是強調 哇月月配 可是月配他不理你喔 新的月月配 我沒有什麼平准金的喔 是不是可是現在不是喔 之前都不追溯喔 現在是新的 舊的全部一律追溯 我管你平准金就是要 對 沒錯 來 那當然你如果說在去年底 全部規定 我特別強調一下如果是他是去年底成立的 坦白講我還沒有拿到 任何上市公司 發給我的股息 根本就沒有啊 年底哪有誰在發 那我怎麼配 這個時候 如果你沒有強制的介入的話 那就真的是用平准金配給大家 那平准金 對不對 講難聽的 就是左手換右手啊 對 是不是左手換右手啊 老師來看一下 左手換右手好不好 當個好朋友 我先看一下我們之前的那個規定啊 有些人罵我罵很兇啊 哇 網友留言啊 踢爆了 因為那時候我們踢爆我們看一下我們福利社 這不得不說 對 你看 月配ETF股很大 股很大 出手以後 以後沒有月配 這9月12號 你看那時候我們在講的喔 對 9月26號我們也講的喔 以後不在高股息 你每月跟你開玩笑的 對 你看這邊有日期有沒有賺到 對 9月21號 9月21號 左手換右手 都是平准金 你以為我就說你被騙人 大家就是 欸你都罵我們你知道嗎 對 是他什麼 欸 用這招了解你的高股息ETF 平准金比例價有多少 是不是怎樣 是不是盤式騙局 實際上當時大家在問的問題我們注意看一下喔 什麼是左右換手就是這樣 就這樣 左手換右手 就是你的錢 左手進右手出 左手 右手 就是這樣 對 那你看喔 有人直接罵我們 你看 不能說左手換右手 管他什麼手換什麼手 實際上我當然 我看到這些留言是炸鍋 可是我們仔細想一下 當時我們做 這個 節目的一個立場 就是說我們站在一個 更嚴謹的態度 我們是保護你的 對對對 去幫各位談這件事情 而且說實在假設我們今天 我們的說法 是有問題的 對 那經管會其實也不用 用這麼嚴謹的態度 他是非常嚴謹喔 你看他說我們標題有點胡說八道喔 來這個 來說我們標題說我們胡 說胡很大 沒有約配 我說高股 你被騙你不相信 盤式騙局你不相信的 來 你說以後沒有在高股息 真的有可能啊 我們看一下 這個 我們看這ID 來 要公審他 沒有啦開玩笑的啦 這個ID也不知道誰 你沒照片啦好不好 所以我們胡說八道 還有什麼 是他說2.21公級啊 合情合理的啦 好不好 一定要用這樣方式 一定要用這樣方式 誰規定一定要這樣方式 這個明明就是你的錢 你有沒有想過 怎麼可能發10% 如果台灣的殖利 就動輒3-4%而已 你居然沒升到10% 羊毛出來羊身上 他說2.21公級 他說什麼 如果有問題怎麼樣 去看某個兄弟 龍兄虎弟 不知道誰的專業關係 兄弟 我們沒有特別去看 我們後來別人有去看他 其實就是護航 說 這個不是所有換右手 講一點規定他不重要 重點什麼 如果老師 如果這個真的是一件好事情 評論性真的不是你的錢 真的這樣子有可能螃視 騙擊的嫌疑 你覺得金管會管那麼多嗎 對啊 其實主要你看這裡他要提到說 只要填息 那其實這個是前提 不管你用什麼方式 股票也是一樣 所以沒有填息我們常講 一切都是多餘的 這個我覺得真的是蠻重要的觀念 是 部分觀念是對的啦 可是真的評論金是你的錢 這不能說是你的鼓勵這樣高 老師我給你 你給我100萬 我每個月給你 每個月給我10萬 我每個月給你10萬 你是很開心 對啊 是很開心啊 可是我每個月給你10萬 只能給我10個月 是新的人的 沒有啊新的人一直有來啊 因為我每個月都給你10 月曆月息什麼 你聽到你會叫你親朋友要來 對對對 你叫親朋友要來我再一直給啊 對因為他們來 然後你就可以一直給我 我就一直給你啊 然後一直有啊 因為每個10% 這個就是以前的磐式騙取啊 你的老鼠會就這樣子啊 但是我用老鼠會是比較 比較誇大了 可是我要讓你記得 這些是有風險的 沒有因為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在談一個事情 我可能要吸引到 你的注意 所以我必須要用 相當 嚴謹或是 高度 特別的 高規格來談這件事 是 主要是這樣 我們講話這個有點 用磐式騙取去講這些 ETF的經營人 我覺得這個當然不公道 可是左手換右手 可是評審金就是左手換右手 這是不容懷疑的事實 我們來看一下 那 當然呢 這個 大仁哥 大仁有大量 大仁有大量 對 沒有那麼快 我的哏太快了 磐式騙取是他說的 對對對 那一次我剛好有一點事情 不是他說 是我們下標的 我要承認 但是 但是那一集我有在 其實 大仁哥有講 他說其實 只要填洗就沒有這個問題 他其實有很客觀的去講 大家不要只截這四個字 可是沒有填寫就怎麼辦 對 就是麻煩在這 是啊 就是 變這樣 那 當然我覺得金管會 如果他 不認為這個是有問題的話 他不需要 你看他這個規範 對啊 寫得很細 我們來看 念一下好不好 他說 ETF實際殖利率 不應該超過參考殖利率 指數本身有殖利率 好 但這裡面有一個麻煩 就是實際上我們沒有人可以知道 他追蹤指數的殖利率 不能公開 我們問很多券商的那些 他說不能講 那些指數ETF的副總 他們說很難 很難不讓拔 沒有辦法查詢到 所以這個可以變得 變得有點很虛的一個標準 就說 沒有 他基本上我其實 我有去特地為了今天這個內容 我問了一些經理人 他說基本上他們一定都有一個規範 那金管會就看說 你那個席算出來是多少 我看你怎麼算出來我覺得合不合理 那你要 你的這個不能超過 你告訴我的那個殖利率 可是老師 那照這樣講的話 我告訴你 有可能就只有3到5% 有可能就會有些調整 對啊 因為你知道你這樣講 因為台灣股市平均殖利率就3到5% 對 是不是 你給我選的 你說有些股票台積電 或是偽創能保 是不是 高股息的成分股 你告訴我哪一個超過5% 對 那沒辦法那以後就不會能5%啊 然後另外一個 老師沒錯吧 對 老師不要因為你 不是你有業配就不想講這個事實 是不是 因為 我 已經16分鐘了 我跟你說 我有點激動 你要遵守你的承諾 沒有我先 沒有要遵守承諾 我先跟你講啊 那照你這樣講 是不是5%以後很難了 對 是不是你直接跟你的結論 對啊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當然我覺得這裡面他有講到一個因為他我們現在在 我們現在在批判的算是平准金這一塊 對不對 他就說如果你要動用的話 那你同時 同時他這裡有講 你的配息率要低於參考殖利率 就是不能高 你不能因為你要配很好 你就動用平准金 大家不要理解 就比如說 我的參考殖利率是6% 然後你為了配到8% 那你那200多的2%就用平准金 那我跟你講那一堆股票都是5%以下的 對 就這個部分 我覺得他有特別提出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障列平准金 佔可分配收益的比例 是 你可以動用的上限 就是 你已經障列了 我已經審核過了 就盡管會已經審核過 OK 你可以動用的是這些 你不能突然再增加 他有一個上限在 然後再來配息的順序 一定是鼓勵先 再來是 如果有債 再息 再來資本利得 最後你才能去配 平准金 你不能一開始 喔 平准金就放在前面 這個是不行的 老師你輕鬆一講難怪你真的是 輕鬆一講就把所有的盡管會規定 我們那時候看很久看我們才懂 然後輕鬆講就講出來 輕輕鬆鬆 不容易啊 很 所以時間壓力會讓一個人成長 不是所以業配接得多就可以了解這些規定 好不好 剩3分鐘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重要了 那 因為現在我覺得高股息一天太多人 你如果早期 收益人數沒有那麼多 我們坦白講 我們講這個大概不是那麼關心 可是現在有多少 你加一加 三四百萬 我這樣算了一下 這個只是前 前四大的 後面還有 我們剛才不是講20幾個ETF 所以這麼多 當然強調 規模都很大 你看 2400 這兩個都超過2400 這兩個都超過1000 12億 一年管理費12億 很好賺 那 當然這個一定會有衝擊 所以我們往下看 我們來 幫大家仔細看一下 這裡面有個重點 就是2023年他配多少 他未來 這樣的配息能不能持續 這個就剛才你一直在問的說 有沒有可能可以維持 那現階段來講 我們就以高股息 比如說0056 這重要 他配多少 對 告訴你怎麼解釋 那我們剛才前面18分鐘是怎樣 很重要嗎 你說都廢話 過去過去 人生嘛 那我也是啊 你之前你女朋友 就20分鐘 然後就跟我講說 其實 我告訴你啊 你家那麼多女朋友 到最後能跟在一起有幾個 跟你在一起有幾個 難道最後那些過去 那你過去都不堪嗎 對不對是不是 我以為 是這樣嗎 所以我不方便 4個小孩 4個媽媽 我不方便回答 要不是你感冒 我不敢踢踢踢 好笑 老師問那麼多人 我們注意看 就是說2023年 鼓勵他發了2.2 所以為了現在有個東西 我們現在有 我拿到的股息我還沒發 對 這個叫可分配收益 對我們是不是要可分配收益 我們來講一下 這是我們福利社獨家講的 這2024年才有個規定 那可分配收益包含現金股利 利息收入 當然 如果 他沒有買債券就沒有利息收入 再來 你注意看這裡 收益平准金 就是一開始我還沒發 之前你一進來我先提播了一些叫 收益平准金 已經平准金了 也放在哪裡 可收益 但是 注意喔 這裡資本利得是不算的 那資本利得為什麼不算 你現在 以實現未實現都算進去了 因為未來你可能 會付錢 對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後面 當然我覺得變數 我們先不討論 我們看已經可以分配了 所以0056目前看起來 還可以發2年以上 維持現在這個配息 那不錯啊 所以假設你買了這個0056 萬一未來幾年市場有些變化 他要維持這個配息的能力 是沒有什麼 沒有問題喔 可是來我們看一下 那如果其他的 00878 他可分配只有0.7 當然你就說 可是 今年如果暑假的時候會有一些息進來 那可能可以這樣 但是因為 我們目前是還沒有討論到那裡 是 的話是0.56 所以他到了暑假的時候 一定要有息補進來 是 一定要有 可是你看 記不記得疫情那個時候 金融庫不是出問題 是 就沒有配息 是 說沒有就沒有 所以我們告訴你一個水準就是 我們告訴一個標準 有個分配收益告訴你 如果在金管會這麼嚴格的要求之下 這個是基本的 門檻 8%以上 像929 9198%以上 你就有機率嗎 基本上也許 頭幾次 我們講比如說接下來 一季幾個月 可能有 但是你說一年兩年三年 不可能的 會變成是一個問號 很大的問號 好不好 我們每次都講實在話 對 所以你要去想一下不太可能 可是929 跟 是那在訪問的一件事 那有沒有可能訪問變成賣壓 他領不到那麼多啦 那 看大家有沒有想通 我們在講什麼 對對對 對 如果他只是在留言在那邊 罵 對不對 他就覺得有可能 他就邊買然後在邊罵 有可能 又在 又在 污名化 我們取高何寡 取高 老師的裕凱 唱歌 不好意思 取高何寡 有這首歌嗎 有那個 取中人善 不用信的 死了都要愛 取高何寡 快點 死了都要愛 不靈力 禁止 不痛快 不錯啊 他紅樓沒受損 我為什麼每天都受損 所以你看 按照這樣的態度 其實有可能 散戶其實還是會這樣 還是 死了都要愛 你這樣講沒錯 你今天梗還不錯 所以你記得一件事喔 如果 散戶可能要愛 可是散戶會發現 我的鼓勵一定會減少 對 一定會發現也真的會 好不好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未來幾年 能穩定的像去年一樣 發的 0056 最危險的是 929嘛 因為只能發0.5年而已嘛 對不對 就要看後續的狀態 陳老師你位置上做個美女 你說 老師散戶就像我一樣 他可能會想要問說 可是他還是高殖利率 就是高息的 ETF 那這樣我還需要換嗎 因為 對散戶來講 又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 全部都一樣 那我要投資 對 就沒有辦法 是所以老實講 不一定會輸回嗎 只是問題是 如果你全部裡面 可能0056 你不買你好想一想 好像也沒有更 因為其他所有高股習 都被限制了 你覺得我不怎麼樣 但是你看看育凱 看看威元 後來你還是投入我的懷抱 這還不錯 因為他沒看到我 還沒看我 還沒看我 不好意思 還沒有看 是完全沒有練 小韓來唱一下歌 來 他今天 他像高音比你高耶 怎麼辦 我最近 不太行 對為什麼 紅 有點高 唱一下 是 了 都要 好 Go Go 講一下 上廁所了 就是有一點 啦 對啊 這個 我兒子要尿尿的時候 我也是叫他 是啊 要上廁所了 好 所以就要我們要告訴你喔 唯一以後可能在 近期內可能在維持高鼓勵 只剩可能0056 可是0056還可以參考值 比如說我這些所有股票 平均而言 就是沒有超過5% 我怎麼發那麼多 好不好 你看一下 我們其實 還有整理一個有趣 幾個有趣的資料 你看 2021年其實你看都才5點多 2022年到6到7 2023年 就是大概也不到7 你看高股息跟永續 那因為這個新竄起的 在去年引起一股風暴 是因為他配的多 那當然 我覺得這裡面 有很多可以去討論 其中我有一個 我特別想講的 其實我也在想這件事 就我們往下看 是你看一下 以前都3到5% 就5 現在動輒6%算遜的 你知道嗎 當然是不是有可能說 這幾年 就我們第一個想法說 有沒有可能這幾年上市會公司 他配息配的很多 沒有 只有賺4.4而已 所以我就說我們要往下 鼓勵是不是4% 4%而已 我們往下看 實際上10%以上的 21年是51加 22年16加 23年35加 那這是 第一個 我們這裡沒有去過濾 他的股本 然後 其他流動性 什麼都沒有 我們單純就是 殖利率10%的 我們整理一下 算少 也不可能每一檔都買到 而且聽說量非常少 對 就不可能 就說這35剛好都是我的成分股 是 那你說8到10 可是8到10也才多少 到23年是53加 可能21年還好一點 而且他不是今年剛好那麼多 鼓勵 對 他的都是變來變去 他的他挑選的過程中 還是有一定的一些 還是會 參考指標 對 還有權重的指標 所以假設說今天10%以上的加速有 350加好了 或許我們覺得 有機會 這種延續的機會 比較高 他們還有 他們有權重的要求喔 所以基本上 不太可能 所以我直接跟大家講結論 我剛才講沒錯吧 以後8%以上的高股息资率 見不到 應該不容易 所以老師我們看看結論 好 第一個 就是目前看起來比較不受影響 像0056 我們剛才已經整理過了對不對 但是00878929 影響會比較大 嗯 那另外一個 過去 老師 可是我們剛才講 覺得0056影響不大 可是他也有上限 又天花板 對 你這些股票 如果平均加錢起來 我的殖利率 明明就沒有6%以上的 你也不會把6% 對 以他目前可配的 應該還不會有影響 哦 因為他已經確定了 已經確定了 我懂事 因為他有一個 已經可分配收益了 他很聰明喔 還沒有規定之前 我先放一筆鞋進去了 對 好來 那當然過去10% 動不動就10% 這個應該是會成為過去 大家就要特別留意一下 連8%都不太可能 沒錯吧 對 你不要一直用 這一個標準去衡量 沒關係 反正以後都看不到了 對 然後呢 規模 不論929、919 56都一樣看不到 現在其實我已經知道了 很多人想要發行類似的 ETF已經不行了 今晚會已經開始阻擾了 就這種所謂的高股息ETF 那如果 這樣的一個 狀態沒有更多的資金進來的時候 坦白講 那些股票要再往上推也有困難 你想想看 929如果沒有這麼多人在 規模變大 那這些錢從哪裡來 如果都是左手右手的話 919都是一樣很紅 沒有錯 我們覺得他們的股票ETF也不錯 造福很多人 可是其實還是要面對現實 如果錢是左手右手的 然後造成這樣的高鼓勵 我們覺得不值得鼓勵 好不好 這個也是為大家好 不然進行會不會有事 沒有事找有事做好不好 也是專業的主管機關 就像我們專業的財經節目一樣 你看哪一個頻道會這樣講 說話說話很多人看不開心 點閱率會受影響 可是怎樣 I does car I don't care 他每次要來罵之前就點一次 他們都亂留言 留言以後你們看誰對 我們只是堅持對的事情而已 你不要看我們只會吃吃喝 你不要看他看起來吃汗 他也是很認真 是不是做事情啊 對喔 對好不好 好了老師 他今天其實很辛苦 他看起來快不行了 對對對 可是他有認真在想哽 這是專業的一個 專業的一個 專業表演者兼分析師 好不好 對 老師立卡老師你有什麼想法 來 我覺得福利社很持續來做這件事情 真的是很厚道 那有多厚道 像我什麼厚道 對對對 就是這麼厚道 沒有厚道了啦 還好啦 你很冷笑話 你那個每個人哏我都知道 是 是很厚道 因為魏老師怎麼看呢 四個小孩子的爸 來 對我覺得真的後續有大家在挑選這些ETF 這要更加的謹慎 不要說聽到一些噱頭就 就是你本來要搬四個小孩子 每個都選個005600878 有可能要多想一下了 對 因為以前高股息 現在不一定高股息 沒錯 可是就像陳昱老師講的 不選他能選誰 對不對 除了愛你還能愛誰 來玉凱老師 除了愛你還能愛誰 你流下的眼淚一直裏破碎 我可以無所謂 只要你直覺不後悔 愛得更累 後面走音了 是嗎 對 沒有沒有應該是你耳朵走音 來來 耳朵走音了 來 還會被這句耳朵走音 還不行 有沒有 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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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不要得罪 你前面 你前面我感覺我耳朵懷孕的 你知道嗎 真的嗎 對啊 你這個音色耳辨不錯 真的嗎 外孕 外孕 子宮外孕 好 因為他笑得很開心 製作人笑很開心 玉凱老師想聽他唱歌 訂閱他的頻道 加入他的LINE 加入他LINE 加入LINE可以訂閱他的頻道 好不好 他每天都會唱歌 據說他頻道每天都唱歌 唉唷 好不好 阿魏妍老師呢 哇 玉凱老師跟魏妍老師都好像中視都有自己的節目好不好 有 中視好像第十台嘛 都有嘛 有線電台 哇都是你看到的大老師都很有名 小小鼠MORE888好不好 陳業老師也是一樣 小小鼠GP520也是 業界誰不知道 最好色又最專業的就是陳業老師好不好 已經這麼有名了 都知道 好不好 如果覺得我們節目很精彩的話 而且要歡迎第二名到開啟小鈴鐺 陳業老師也辛苦了 而且今天真的生意看起來不舒服 早點休息一下 對 每週週晚間八點三線 一三五解盤一片 二十加選一片 最上次好 謝關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您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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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政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 唱歌 然後老師都是誰的 賣這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17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我現在二頁都創造武 想先放 開始搶打 我現在 你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才會自由 誰能快的告訴我 你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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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沒錯吧 右邊是水 我要去 我要去 我也有 我都沒說 這短偶股市福利社 這短偶股市... 我都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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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你 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Free Free